现在我们进到MOMA了 就是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 现在先去拿票 这有一个告示牌 可以看到今天的不同的展览 现代艺术博物馆后面的小院也非常好看 而且里面有很多雕塑经常会被换 不过今天没有时间去逛 现在我们是在二楼 这里就有一些新的展览 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 这些大石头应该是火山岩之类的 这位艺术家是在1974年出生的 他的作品表现的是我们人类这些历史什么的 不仅仅跟土地还有历史有关系 更主要的是跟一些突发事件 还有和一些比如一些偶遇 才会造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状况 他的作品实际上是超级大的 这里头他这幅画大概占据了有四五层楼高 我相信他所说的这种突发事件 就是类似于火山喷发之类的 画里面这两个人应该就代表 他这种偶遇的事件 这是那个时候建的一个防止原子弹的一个烧 这种打字机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 这柜子多有意思 回思议式会上信 procedures 或认读快呢 他在弄完份原子弹地 i think of the carpet left i don't think to myself i can't let that go this one these lights they're incredible i need to turn them off what does it stuff in here to film 这里面有好几千串的珠子 各式各样的 基本都是木珠 而且味道很香 今天我们过来看一下Lily Bliss的一个展览 是一位有名的收藏家 在1931年就去世了 但是他去世之前 把他所有的收藏都捐献了给MOMA 他的收藏里有比如像毕加索 Cezanne的很多藏品 MOMA是在1929年成立的 这位女士是在1931年就去世了 Lily本身就是在纽约出生的 她是出生于1864年 就在现代的纽约的Merry Hill section 这一幅是他收藏的Cezanne的画像 另外一幅Cezanne 在Lily妈妈活着的时候 Lily的很多收藏品都不允许挂在家里头 但是这幅画是被他妈妈允许的 Cezanne应该算是最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这是Lily收藏的法国印象派画家秀拉的作品 秀拉的话非常有特色 你看他笔的那个画的那些线条 非常有名的就是凡高的这幅 Starry Night 这幅Starry Night是在Lily去世后10年才被买来的 是当时用Cezanne的三幅画换过来的 因为在Lily活着的时候她一直希望得到一幅梵高的画 但是就是没有得到 秀拉的这幅画我非常的喜欢 这一幅是毕加索在1914年画的 这一幅是毕加索在1923年画的 穿白衣的女士 这幅画是非常有名的意大利艺术家莫迪利亚尼画的 这是Lily在1920年收藏的 具体的日期是1929年 这一幅是Lily收藏马奇斯的画 这个画里表现的是马奇斯当时刚刚搬去了地中海 所以从窗户可以望到外面的蔚蓝的大海 另外一个她把小提琴的盒子也画成蓝色 就是映衬她当时那种自由的感觉吧 这是Lily在1927年收藏的 这些是Lily收藏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高庚的作品 高庚因为早年生活在秘鲁 所以她的画都是跟秘鲁的南美文化有点关系 非常有土著的影响 Lily的展览我们已经看完了 我们现在进到另一个展史了 这个是Freda墨西哥的画家画的 这是在1920几年的作品 这幅画也是Matisse的 很大 这些画和我们刚刚看到的起色画的画风完全不一样 是另外一幅小一点Jackson的画 这一幅又是超大的比加索的一幅画 这是夜晚钓鱼这个世界幅画的名字 这幅画是一幅画的一幅画的一幅画 比加索的这幅三位妇女在泉水边的画 也是这里的永久藏品 MOMA里的这幅Water Lily 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画 应该来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 旁边还有两幅小一点的 现在我们准备去看今天要看的最后一个展览 是德国艺术家叫Thomas Schultz的一个新展 挺striking的吧 huge Thomas Schultz主要是雕塑还有绘画 他的作品主要是体现对人类庇护的一种渴望 五一ritt 是的 帮手 omon 我就隨便走一走,大家看一看他的作品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這位德國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個手都很大 他的畫多數都是水彩畫 不知道為什麼博物館裡給他的作品配這種很怪異的音樂 這個蠻有意思的,可以看到是一個人的軀體的一部分 剛剛那是一位男士,這邊就是一位女士 這個大的像是concrete做的一個block 他的作品不僅有很多文化的色彩 看起來也有一些跟宗教有關係 聽這background的聲音是不是很有意思 這炸薯片呢 炸薯片呢 炸薯片呢 有 有 沒有 原来背景音乐是从这个房间里传出来的 现阴的观看我们今天的结束了 电梯也来了 下次再见 谢谢观看